立法院龙头之争 继前一天蓝绿政府院长人选 拜会民众党团之后 美中狼主席柯文哲 今天上午亲自和八位的新克立委开会 讨论共识 从一早七点半开始开会 到了八点钟更一度清场 直线下柯文哲以及八位的立委 似乎就是担心会议结论提前外泄 而民众狼立委们离场时更是三肩齐口 只强调了有共识会团进团出 而柯文哲本人也宣布 在明天三十一后的上午九点半 将会召开记者会揭晓答案 一早骑脚踏车赶赴民众党团 柯文哲在和八位新克立委开会 决定立院政府院长该投给谁 能够跟游其官是谁比较有诚意吗 分裂投票吗 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人家进去 会维持团进团出吗 是团进团出 尽管团进团出已成共识 但前一天蓝绿全部都来拜会 国家圈报一下吧 OK 来吧 没有 民众党关键发票会投同一组候选人 或政府院长分裂投票 甚至投给自己人 却还是未知数 明天早上九点半 那个我们的党团记者会会出来发 啊跑掉了 你看你们这个主案的速度 被媒体团团包围 询问最后答案 柯文哲的公车一连跑掉两班 但柯P三肩齐口保密到家 看到车又来 仿佛看到救星 这场会议上午七点半开始 八点钟一度要求清场 只剩柯文哲和八位立委与会 似乎就担心会议结论提前泄密 重大的人事决定啊 或是一些议题的话 有时候就可能会有这个 就有主席跟八位立委来做一个讨论 应该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果 自推人选或是包含现在外界所猜测的 各种的一个选项 其实我们都并不排除 二月一号立院政府龙头正式改选 民众党的关键少数压在前一天 才愿意揭晓底牌 记者陈五强刘成为张远杰台湾报道